- 其实我觉得每次我画的妆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也不好出太多的化妆视频 大家以为我在许试评 有一个妆留人一定要教给大家 我的颜ы步出错妆容 就是我脸上的这一个轻发式野生眉妆容 真的是我初期中大场合的时候 壁画的一个妆容 有时候呢装对了 整个人都会自信很多的 我相信大部分女生都懂的 特别是红唇妆 能够让大家在茫茫人海中一眼就看到你 那我今天会教比较多的如何 让面部变得更加平整 还有如何打造野生眉的技巧 先变回素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马 我起头发了好看吗 我们先来上个遮瑕 用最近很火的热马肌遮瑕大法 向上涂在眼尾 法令纹还有嘴角上面 目的就是为了把我们的面部线条往上拉 但要注意一下不要涂太多面的卡粉了 涂完之后用提拉的手法拍开 看一下对比 接着搞一下粉底液 我最近是呢好喜欢用香奈儿的这个粉底液 流动性不高 但是可以在脸上扒得很牢 因为前面的智瑕已经帮了很大的忙了 所以我们的粉底液呢 就可以上的少一些些 用粉泡疯狂拍开就好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妆效 我真的是非常满意的 非常的贴肤 刚才粉底液我们再用一下毛老师的遮泪沟大法 再遮一下我的泪沟 我才发现我遮泪沟的时候脖子居然如此的怪异 接着是定妆 我朋友给我安利的平头大刷子 用来定妆真的是太好用了 能够把粉饼或者是散粉最大程度的搓进你的毛孔里面 压完之后泪沟会变得平整很多 修容的话我最近很喜欢用三月头的这块 我才发现它那么好用 画鼻子我一般是混合下面两个颜色 用斜角刷在鼻头画一个轮廓 再加深一下山根 然后再用火苗头的刷子韵软并且带过鼻梁中间 眼颊修容最重要的是位置要找准 不要超过外眼角 眼影会非常的简单 就是几乎没有眼影 随便弄个眼影色随便的刷一刷就好了 不过睫毛就不一样了 睫毛一定要夹得翘翘的 镇子的眼睛才会很有声 然后bling bling的 看一下我夹出来这个太阳花 这个睫毛刷真的没有被我安利到蛮有油门 睫毛定型是一定要上的 爱莫里的这个里面有黑色纤维 所以也能当自然款的睫毛膏用来 刷完睫毛之后不要擦回去 我们继续用来刷眉毛 哇 这个睫毛定型刷眉毛真是太厉害了 比我用过的很多眉毛定型都要好用 它会有很根根分明的感觉 因为黑色纤维有点黏到别的地方去了 所以我们画完之后用遮瑕清理一下 刷完之后可以用眉笔填补一下空隙 像那儿这个眼线笔画出来的眼线很自然 对新手也是非常友好的 不是很容易画错 画一条稍微上扬的中刺眼线 我才发现我忘记刷睫毛膏了 因为刚才已经刷到睫毛定型了 所以我主要是刷下睫毛 腮红用一个玫瑰牛奶粉 这个腮红好像已经出镜我很多次了 可以稍微横着在面中扫开 鼻梁也扫一下 会有那种自然的红韵感 再感叹一下这个腮红的颜色真的好漂亮 接着是高光 我画法式妆的时候真的好喜欢用膏状的高光 像膏状高光的时候用美妆蛋拍开其实是最自然的 来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美丽的光泽 接着是本次妆容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涂一个法式大红唇 用到的是我的真爱Sunny's Face的Major 画法式妆的时候呢 还是建议大家用哑光的口红 会更有质感一些 画好之后用棉签浴染一下唇周 用不懂的感觉可以让整个妆容显得更灵动 然后最后再喷一个定妆喷雾 好啦 画完了我开始臭美咯 这就是这个故随的 词曲统签浴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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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